李浩飞善改剧情潘月明尴尬,再次暴露情商低,谢娜回归无心离开 谢娜现在月子也做得差不多了,快乐大本营也开始为了她的回归造势 谢娜离开的这段时间,无论是节目组还是观众都觉得离开了谢娜的快乐大本营怎么感觉变了呀,再也找不到从前的感觉,看来谢娜真的是不可或缺的 观众们习惯了快乐家族在何炯带领下的节目,不过谢娜离开的这段时间,台里抓紧时间培养新人 没想到的是主持人换成了一位还在读大学的学生,而且在主持过程中明显的有点没绕准自己的定位 网友们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不得了,刚刚上台就想站了谢娜在快乐大本营的位置 何炯也很照顾新人,在节目中也请大家多给李浩飞机会,他能站在这里就已经很成功了 不过,李浩飞在这几期的主持中确实让很多的网友反感,因为作为新人来讲,情商未免有点太低 潘月明做客快乐大本营,节目中安排了一段男生打动女生的现场表演,在这四个男生中,潘月明的年纪相对较大一些 潘月明还是相当尽职的演员,他按照剧情给下班的女友李浩飞甜言蜜语,忽然李浩飞来了一句你是我爸爸 从潘月明的尴尬表情来看,李浩飞这是一时兴起改了剧情和台词,潘月明没办法只好按照李浩飞改的剧情演下去,从女友下班成了女儿放学 女孩古灵精怪无可厚非,但是分不清场合就有点情商逼了 快乐家族如果谢娜回归的话,肯定会有一个人离开,现在湖南卫视正在力捧新人,如果李浩飞是安全的,那么离开的估计就是无心了 作为多年快乐家族的成员,无心在台上的表现虽然不怎么出彩,但是还是赢得了很多网友的支持 更多的网友留言希望李浩飞离开吧,快乐家族还是原来的快乐家族好?你希望谁离开?